民中党主席柯文哲现在是不是弊案缠身呢 因为他在台北市长任内被质疑卷进了三大争议 当中包括了台志光的高费率、合约、金华城的容积率 还有北市科的招标案 而其中金华城跟北市科案现在北检是列他字案来侦办 已经将柯文哲列为被告了 而他的前幕僚吴静怡就认为 应该比照之前高红安的例子 直接将柯文哲暂停党权 敢着开会预言又止 民主党主席柯文哲任内三大案 不只讲是否要查其中北市科金华城都被质疑 土地厂商已被北检分他字案调查列为被告 那如果真相水落石出也要还给当事人一个清白 我们也希望在市北科在金华城的案子里面 不要出现相对应的政治办案的问题 既然这样就等待检方离清柯 柯文哲的前幕僚公开喊话 是否涉贪事关重大柯文哲应该被停权 民众党要依循高红安模式赶紧召开中平会 启动调查并且去做这个所谓庭权的处分 开刷应该要比照高红安案来处理 不过根据民众党中平会的条例 若相关法条会影响到自身名誉 就需要送中平会程序开会决议 等同没有内规先等待检方调查 直若真查出问题 喊出查案的蒋万安是否也代表 他的连任路也稳了 老话一句尊重司法 但柯文哲的政治生涯不免受到冲击 毕竟过去柯文哲可是以五大弊案 形容前朝好是福 不怕被查经了其考验 但柯文哲是否会成为第一位 被停权的党主席还未知 而黄国昌会不会接受党主席一职 因为前幕僚吴静怡可是暗算一句 恭喜黄国昌 毕竟黄国昌现在声量仅次于柯文哲 且就这么巧 黄国昌才爆料总统来找柯文哲 瞧NCC人士 但柯文哲却是这样回应 跟黄国昌说法都不聋 或许柯文哲也怕民众党被黄国昌主导 而在金华城案主要的争议就在于 是柯市府将容积率从392 一口气调高到560 就被质疑是不是在图立金华城呢 而民进党议员更揭露 柯文哲在任内受理了金华城的成情案 最后是他本人盖章下了最终的决策 不过民众党回应认为 柯文哲当时的作为都是合乎规范的 而外界这些质疑都是被意识形态 蒙蔽了双眼 在他所主政底下的都委会 为什么对威精集团 就像是这个神灯去人一样 要什么给什么 拿出当时公文 民进党议员简舒培 直至当年金华城向市长室陈勤后 由柯文哲盖章决行 提请都委会研议 帮金华城变更荣基 而民众党强力反击 检议员是真的不懂 还是被意识形态蒙蔽了双眼变笨了呢 这些决行章 是市政府非常合理合法的程序 民众党开枪 但即便检调展开调查 蓝绿还是没停 质疑声浪 前立委高嘉瑜就在脸书揭露 金华城荣基率解套有两个关键时间点 包含当时监委刘德勋让容积从392%到560% 另一个关键点是在柯文哲任内 可给20%的容积奖励 让金华城荣基率一口气冲到840% 至于北市科案就被爆料 医疗园区绑标内幕 穿梭其中的柯市府时期 卫生局长黄世杰 后来就进星光医院 被律云质疑难道坐实途立 柯文哲真的跟星光的交情匪浅 这一次因为柯文哲卸认了 结果黄世杰就被安排到星光 星光当然必须要把这个北市科拿下来 增加扩充他们的版图 柯文哲任内三大案 北市科金华城检方已经开查 而另一案台志光警用监视器争议 律于连番质问资讯局 植一科前市府人员 带走当时文件 目前在台面上的任何合约文件 都是透过公文系统来做所资 这一切都合法和规定 蓝绿夹杀下三大案种种争议 还等柯文哲一一说明 体会新闻学校的杨派伟台长报道 而在立法院场面也非常的混乱 原本今天下午是要召开 朝野协商 来讨论环岛高铁 跟花东快速公路的修法草案 不过民进党的党团总召 柯建民通通都拒绝参加 现在国民党为了要反制民进党 他们打算在下个礼拜要提案 把立法院司法委员会的 麦克风给拆掉 让议事能够顺利进行 全新会期的立法院 司法委员会成为朝野的攻防焦点 而且就算现在台上 不是你的发言时间 只要按下一键 怎么又插话了呢 不是昨天才说好讲话 不要打断人家吗 委员会就会炒翻天 所以现在就有国民党立委提案 拆除会议桌上的麦克风 让议事能够顺利进行 要把杂音排除麦克风 必先拆除 毕竟耽误了 可是委员会排审进度 很混乱 那这个是人的问题 并不是设备的问题 他不听主席的指示 他怎么样还是不听主席的指示 我们很伟大 没收民主 没收宪法 没收时任前 麦克风也没收 我们整个看 还有什么可以没收 赶快开清单 要来迎列个没收清单 柯建民这话说的有够酸 就能原定下午四点半 要举行党团协商 讨论环岛高铁 花东快等修法草案 柯建民都直接拒绝 议案的协调 以及争议事项 是属于韩院长 唯一的潜力在这里 我和吴时尧 我们在捍卫 韩院长的潜力 他把他没收掉 要不要让台湾 能够有顺畅的交通 讲一次大家就听得懂 不用讲很多次 朝野攻防寸土不让 乃至于前一天 内政委员会上 绿营临时提案 文字中的我国 也被蓝营反对 必须改成台湾 另外中国改成大陆 才能过关 其实副总招 在他自己过去的任期当中 两届也有非常多的提案 就是使用我国 这样子的字眼 他去中国 到底跟人家谈了什么 谈了将近两个小时 我们连一中各表 各表都讲得非常清楚 九日共识讲得非常的清楚 但有时候蓝绿之间 解释再多 还不如直接开骂 来的有用 民进党用所谓的党章 台独党纲 对台湾岛内的青年 实行长年的诈骗 而立法院的这个画面最近在网路上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这个是国民党的立委罗志强在直询NCC的主委陈耀祥 他直接要求对方要下台 而民进党痛批 罗志强这是小丑式的问证 没有帮助 不过罗志强强调 因为陈耀祥在面对静电视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连资料都不肯提供 认为连主任秘书都比他要秤职 主委今天质询你 我只问一个问题就好 你知道我问什么问题吗 不知道 对我就只问这个问题 你可以下台了 下台 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开口直询 第一句话就把NCC主委轰下台 只见陈耀祥被骂得一头雾水 我直询完了 你一会儿已经直询完了 下去了 结束了 我们可以就是 时间暂停 他不下去了不用停了 这段直询影片被po上社群平台 引发哗然 网友很酸 罗志强优秀直询 要让全世界看一看 为什么要直询一个 已经是连这个静电视调阅 都要所谓拒绝调阅资料的一个NCC主委 只是因为他没有任何意义啊 追猛工 罗志强澄清自己认真直询 问题是陈耀祥本来就不是他规划的直询对象 问主秘还比问他好 因为陈耀祥他对于这个静电视调阅小组 他连资料都不提供 我就不太能理解他站在那边背询 他能说什么 NCC争议还没结束 下了直询台 为了问证风格 蓝绿再开战场 TVBS吴会员成员霆 叶峰以台北上报道 而民进党现在希望可以透过数位工具 来跟年轻的民众多多沟通 而传出党主席赖清德就在中常会上下令 要党公职多开直播 做短眼睛 甚至还拿他之前的竞选 这个在路上的影片作为成功的例子 来跟大家分享 而现在呢 准复总统萧美琴 他也加入直播行列 来帮忙宣传花莲的伴手礼 小米酒是在传统花莲 其实还蛮常见的 民进党直播一秒变身 站猫购物台准复总统萧美琴 介绍新城乡小米酒 帮助花莲地震灾民振兴经济 还多了个一名叫Bikin 而这创意梗确实有效 直播开播短短三分钟 观看人次就破千 相较首次直播 首播最高只有2600观看人次 民进党节目夏蒙耀找来重磅来宾 直播到一半 老板突袭探班 当晚订阅数暴增2000 但相较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影片 动辄破万观看 民进党确实要急起直追 外期的紧盯党中央空战KPI 多次在中常会下令 要求党公职开直播制作短影音 更以2024竞选影片 在路上作为宣传成功案例 今天真的是我们的营养三明治的首播 直播结合时事议题 完创意有两位台北市议员 和知名主持人何开直播 但频道刚开起步确实难 加上直询和选民服务 这loading是否会让基层明带吃不消 那这样子比你 譬如说你在跑行程 那这个行程可能只能半个小时 那你能够讲的人不多 那你用开直播的方式 直接完整的叙述 外期呢要找回民进党流失的青年票 还会不定期抽查KPI成效 也难怪基层明带直播节目 一个接着一个开 立委吴佩义 台北胶原蛋白 以及新北市议员卓冠婷 冠婷好说 所有的不管是YT的直播 或是所有社群平台 都是头一万个粉丝 头十万个粉丝是最困难的 直播成为政治新战场 绿营抢攻网络声量 要找到胜选流量密码 TVB的新闻 吴可言 全体台北长报道 而赖清德跟萧美琴在520 要正式就职了 当天的流程也曝光了 当中最受瞩目的表演 就是国体大跟剑中的乐仪队 将会联合演出 在今天下午 国体大的同学也在校内进行彩排 我们要带您先读尾快 整齐话译的动作搭配嘹亮歌声 揭开表演序幕 一组组表演者 融合体育项目接连出场 由棒球 现代舞台拳到 还有五龙队 虽然还没正式着装 但光是彩排就气势磅礴 让人不禁期待 520就职典礼的正式演出 我们是龙队 我们主要是跟棒球队结合 展现出我们荣耀国际 也希望台湾可以继续向上 然后可以像棒球一样 全雷达出去 520总统就职典礼流程曝光 表演的团体也紧锣密鼓加强准备 其中国立体育大学与建国中学 乐移队联手演出 2号下午国体大的150名表演者 在校内彩排抢先曝光 比较困难的是我们音乐一下 然后很多地方都会有 各个团队不一样的动作 那我们要把它做结合在一起 那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上面 另外典礼当天的主视觉 还有舞台设计也跟着曝光 以同心共之为主轴 在主视觉上运用橘 蓝 绿 黄 明亮色调呈现缤纷色彩 并打造3D立体的舞台 增加空间装力 另外也采用倾斜设计舞台侧边 希望能减少视线死角 特别的是当天的就职 国宴首度设在台南 并邀请多位知名主厨 还有美食评论家敲刀 国宴点点则有知名的权伟家 于是巧克力和梅开四度果酱入列 运用台湾在地食材和品牌 希望能让外宾留下深刻印象 TVBS新闻林志文蓝亭 桃源贼凡报道 而回顾蔡英文总统执政的八年 讲到基本工资 其实一直都有在调涨的 不过对年轻族群来讲 他们似乎没有太强烈的感受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资深记者 邱宛柔 总统蔡英文即将要卸任了 不过她相当自豪说 在自己执政的八年 每一年都是有涨这个基本薪资的 而且是连涨了八年 现在基本薪资 每个月从原本的208块 已经达到27400多块钱了 不过很多就说 这涨了跟没涨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薪资涨物价会上扬的 当然也会身上背负责租金的压力 另外年轻人还要扛这个就学贷款 所以调完后 大家还是觉得这个薪水真的很低了 另外看到政大劳工所的教授 陈芝约 他自己就说 其实挑心有效 但是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以台湾雇主的惯例 如果你有盈余的话 其实都是先给分红 而是不会调心的 但是在台湾的社会结构 其实调升经常性的薪资 才是会有效果的 而且在这样一个难题 就是台湾工会的组织率非常低 所以也很难以协商 而台湾有多少刚毕业的新鲜人 领的是基本工资呢 如果你是高中职毕业的话 有近六成的人 你的薪水只有基本工资的钱 大学毕业好一点 只剩下23% 那如果研究所毕业的话 则为4.4% 民生消费讯息来看 全台湾有十多家的熊猫超市 业者说因为完成阶段性的任务 所以会在五月底前停止服务 现在有一些品项 包括卫生纸跟生鲜 都在进行促销 也让外送员发现 他们的接单量 可以说是翻倍成长 熊猫超市外 好几辆外送车一字排开 外送员忙着把领到的货搬上车 甚至东西多到外送箱放不下 只能往机车的前座塞 外送订单一单一单接不完 可能也许只是两三天可能会拿一单 或者是每天可能会有一单 可是我今天的话就是拿了两单 没有看过这么多的 是喔 我很远的地方拉过来 是喔 我看你好像都是卫生纸比较多 我本来下去更多 我不收 实际打开网页看 原来是东西在特价 抽取是卫生纸一百三十九元 变成五十六块 直接打四折 想帮自己料理一下 白虾仁五花肉 嚼肉也都有五折优惠 熊猫超市目前有超过十间门市 遍布在北中南地区 全台据点陆续停止营运 部分超市打算将商品清仓 对此业者证实 随着生鲜杂货的外送市场 发展趋于成熟 熊猫超市已经完成阶段性任务 将在五月底前终止服务 熊猫的状况 它比较像是运用一般的这个通路 成为它的主要的来源的攻击 对 但是如果今天它的这个攻击 不是一个稳定的状况 或者是它能够自己掌控的状况的话 就可能会因为很多的外部因素 导致它没有办法获利 另外专家分析 台湾的生鲜超市很竞争 超市超商载到量贩 统统都布局生鲜 如今依靠各大通路提供货品 外送平台跳脱跟通路商竞争 也许也能省下 经营生鲜超市的心力 想在市场上稳住脚 势必得滚动式调整布局 请问邀请你姐台北朝报导 而在房屋市场上 可以说是其实蛮热络的 我们以四月份的转移动数来说 是上涨了43% 更多的资讯分析 把时间交给宛柔 今年台湾房市的买气如何呢 来看到四月建物的转移数 在六都方面 台北市一共有2496户的房子 进行转移 那新北市最多的有5995户 再来还有这个高雄社 有4202户 房市年增率看起来都是蛮乐观的 你看从台北市26.4% 新北市55.1% 这积蓄的桃园台中台南 也超过30% 高雄有59.7% 不过跟三月的转移量相比 其实台北市桃园跟台南 都是呈现减弱的状态 倒是新北台中跟高雄 表现亮眼的 一个是增加5.7% 台中增加2.1% 而至于高雄是增加9.5% 所以现在大家对台湾的房市 是呈现乐观的现象 为什么呢 其实房市专家也分析了 因为景气灯号 是连三个绿灯的 再加上经济成长率往上调 以及目前政经短期内 是属于稳定的 但房子最近都是谁买呢 主要是以自住户 以及质产客居多 所以现在也预估说 今年的第一季 以及第二季 年增率的买气 将会比去年比成长两成左右